长照服务机优人员一一上台 由副市长邱佩玲亲自颁奖表扬 由市政府社会处举办的长照服务机优人员表扬活动 今年共有20位来自于公司力长照单位的服务人员获奖 获奖者的同事和家属热情的上台献花 气氛温馨热闹 那刚才在现场颁奖的时候 我觉得感受到他们的热心 然后每个人都告诉他们心甘情愿 这是很不容易的 没有一个人脸上有丝毫不耐感 或是觉得压力很大 都告诉他们做得很愉快 更高兴的是所有的家属或是他们的机构 陪头而来的 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的替他们恭喜 表示基隆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视这一块 我也希望更多人可以参与 让我们的社会福利做得更完整 班长现场贵宾云机 包括市议员许瑞慈张耿辉 郭美秀陈冠宇和议长秘书杨文和 以及社会处长杨玉昕 跟卫生局局长张贤震 都到场一起恭喜得奖者 深深感谢这群长照人员 用满满的爱心来服务在地长辈 一个服务要让别人感觉到有尊严 这完完全全掌握在这个照顾者的手上 当我们现在都是正常健康的人的时候 你可以想你要把裤子脱下来 有人帮你擦屁股 你要赤身裸体的坐在这里 有人帮你洗澡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情境 而各位在座的每一位照顾服务员 从这样一个艰难的生命情境里面 你们陪伴他们 帮助他们 度过一天又一天 帮助一个生命 帮助一个家庭 所以我在这里呢 要代表所有的这些失能的病人 病家 来感谢每一位照顾服务员 我们是不是给现场每一位照顾服务员 热烈的掌声好吗 今天也有A个管师在这里 然后到开始接受一些服务 这些可能是在家里面的居家室服务的 包括照顾员 包括社区的照顾员 甚至今天我们也有送餐的志工 也有在我们今天表扬的集邮的同仁 那另外有一些人会在私自据点 所以我们今天也有私自据点的那个 照顾员 然后另外也有在社区据点的护理师 特别讲这么多不同的面向 其实是要跟大家表达说 我们知道我们的市民朋友长辈 在很多不同的场域 被在座的各位照顾着 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关心到照顾到这些长辈 您都很重要 不管是从医院到那个社区 都能够做到很棒的一个照顾 我想这个不是其他单位能够尽力的一个互动之外 我想没有你们基隆就没有这个爱 那我想在这边还是简单的跟各位所有今天得奖 这个表扬的这些伙伴们 代表医长感谢你们所有爱的付出 基隆市已达超高龄社会 将有越来越多人需要使用长照服务 市政府将持续规划办理相关的在职课程 让本市的长照人员能够就地受训 就近服务在地长辈 也将号召更多的优质人力 投入长照的服务产业 记者黄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